還在臉書上付圖卡 他做了這個圖卡 整理的巨細迷移這樣 把你全部用綠色筆圈起來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很無聊 因為這些律師 有些都是律所的合夥人 而且他們的律所 可能都有很多 大的律所是上百位律師 他一個人出來 或者說他的律所 有接了政府的標案 不代表整個律所的律師 都是綠的啊 對不對 好 別人不講 我就講賴中強 賴中強我沒有在吐槽你 他舉賴中強為例 意思說賴中強也是綠的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見到賴中強律師 是在法院 當時他是代表 國民黨來告我的 那你說他綠的還藍的 他接受過國民黨委任啊 他是國民黨委任律師啊 告你喔 對啊 來告我啊 對不對 那請問他是藍來綠的 藍的吧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律師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他有律所 他的律所一定會有來自 各個政黨背景不同的委託案嘛 我覺得這個律師 其實我們都不會去在乎 這個律師是藍的還是綠的 你找律師就是打官司 我當然要勝訴嘛 對不對 所以你去把律師畫為藍綠 我覺得這很無聊 那這些律師他們願意在星期六 穿著律師跑出來 我認為他們已經不在乎那個是藍的還綠的 他們在乎的是大法官的憲法法庭不能被癱瘓掉 你知道我們在節目中講過很多次 從憲法法庭改制之後 申請憲法法庭判決 百分之九十五是一般人民 真正政府機關申請的其實不多 沒有 我一直在強調 不只一般人民 其實你去看憲法法庭的判決跟過去的失智 有多少是法院庭跟法官提出來的申請釋憲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站在審判的時候 都已經對於法律 要引用的法律有疑慮的時候 申請釋憲 法官為什麼要申請釋憲 我要判這個庭有罪與無罪 這涉及到人民的權利利物的時候 我必須提 其實你去看 包括智慧財產庭 刑事庭 民庭什麼 提出來的事先 有很多是法官 很多喔 不是一般人民 而法官提出來的時候 難道這些法官不是學法的嗎 他要判人有罪與無罪的法律適用 所以我覺得 那個已經不是光人民 包括連法官都要事先 別的我不講啦 你剛剛講到法院 國民黨的黨產案的時候 當時的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就暫停審判 申請釋憲 對喔 只是最後可能釋憲出來的結果 不是不如國民黨 他 大法官當時認為 黨產條例核限嘛 對不對 好 所以的確有很多的法官 他在審判的 最後當他案情問到一半 最後找到適用法條 他覺得說這個不對啊 這個我判不下去 我同學林董事吳秉瑞 以前在台中當法官 他就暫停審判過一個案子 也是申請釋憲 這個是法官基於他法律專業 他覺得說這個法律 我真的判不下去 所以申請釋憲 那好 你現在如果把憲法法庭的 整個讓他停擺了 關起來 我跟你講 受害最重的其實是一般人 不是只有政黨 他翁曉玲現在一直以為 覺得說 憲法法庭好像是政黨 執政黨的工具 我覺得翁曉玲 你對於憲法法庭 對於大法官的認識 太過於狹隘 他不是這樣 真的回家好好 跟你老公聊一聊 大法官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你有比我們更多的機會 每天跟他問 每天跟他相處 結果你對於大法官的職權 跟大法官該做的事情 竟然比我們還不清楚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形容你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法律 真的 基力有勇退 不要再休了 因為我很少看到 台灣立法院有修哪一個法律 是讓這麼多專業人士上街頭的 過去有很多上街頭 但是各行各業都有 但這個是禮拜六上街頭 是全部都是律師 而且全國律師聯合會 台北市律師公會都發了聲明 你覺得全國律師聯合會 一萬多個律師 跟台北市律師公會 幾千個律師都是綠的嗎 都信賴嗎 我不覺得 律師藍的綠的都有 各政黨都有 但是能夠讓人拋開政黨的成見 然後出來講說這個東西不能修 歐曉琳你也不容易 你也算是台灣史上第一人 好來這個軍憲哥最後喔 導播幫我跳下一張圖卡 今天還有一個蠻特別的題目喔 說這個在拜習會的時候呢 習近平竟然創下史上首例 提到了賴清德三個字 而且還指名道姓點名他 說呢他有這個台獨本性 但是事後今天蔡明彥呢 在這個立法院的時候 他說我們有去跟這個 美國白宮官方的新聞稿做對比 那因為這個消息最先傳出來 是從央視去做報導 他說可是我們去比過這個 美國白宮的新聞稿啊 不排除可能是中共的外交部 或者是官媒自己在做一些 認知作戰的操作 我覺得是這個應該是中共在打賴清德 我也不認為拜習會會去提這個東西 你覺得習近平會直接叫賴清德 不是 我是說因為你提這個 你不要說親德啦 親德啦 威廉 因為你提這個給拜登能做什麼 美國人會不清楚台海的局勢 美國有他自己的所謂的 一個中國的一個政策 他很清楚啊 而且你等於在跟他告狀 這不是笑死人啊 通常那種東西美國也很清楚啦 那是你中國的講法嘛 中國是愛面子嘛 所以國際上通常就是我認知到啦 有啦 我知道你有沒有這樣說啦 你的立法院什麼我知道啦 從來沒有人會去承認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對 那中國也不要你承認 他也知道你不會承認 但是我就說我的 你就把我尊重就可以了 所以你這個告狀第一個完全沒用 那第二個 你要拜登怎麼回答你 好 我把這個拉出來 拜登說那我明天去一趟台灣 我當面跟他講話 我跟他拉的說一下 我明天才來一組 不過坦白講喔 賴清德唯一一次去中國訪問 有公開的 當時在上海 復旦大學 中國就當時的一些學者 一些官員就問賴清德 台獨的問題 民進黨台獨的事情 那賴清德怎麼回答 他說是先有民進黨 還是台灣先有台獨的主張 其實沒有民進黨以前 台灣很早就有人主張台獨 台獨是一種民眾的想法 一種自由 一種信仰 對 不是有民進黨以後 台灣才有主張台獨 所以你要搞 要他們認清楚這樣的一個本質 可惜喔 不是民主國家 不知道什麼叫自由的人 恐怕難以體會 言論思想其實是自由 我用這點來給大家當參考 而且會覺得 喔 中國好厲害喔 連這種事後新聞稿都可以認知作戰 對 黑的說成白的這樣 好 今天非常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